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各位老师 尊敬的各位同学们 大家好 请先开 圣学根治根 第一册 三字经 我们从四十页 倒数第一行 开始看齐 有点磨 有讯告 有使命 书之傲 这句经文 这个傲 是指 精深的意思 我们学习上书 书经的经文 这部上书 它可以疏通 知远 对于许多事情 自然能够通达明了 而且可以把事物看得很深远 很透彻 这是说我们学习上书 要能了解到 它的精威 与深奥 有点磨 有讯告 这是说 上书的文体 有六种 包括 点磨 讯告 使命 这六种 而这六种不同的问题 它都有 它特别的含义 存在 那么姚舜 这个时代 军委 代代相成 是以善让的形式 而这个时代呢 是一个政治非常清明的 一个很好的时代 所谓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啊 君臣之间的关系 非常的和谐 而且人民百姓 它所过上的是 安和乐利的幸福的生活 记载这段历史啊 上书所用的文体呢 就是谣点 顺点 大宇摩 高摇摩 用的是点 跟摩 到了后来 大宇王的这个时代啊 他传成军委 就不是以善让的形式 而是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于是这就开始了 家天下的时代 和之前啊 用这种选贤与能的方式 把军委善让给贤德之人 这就很不相同 那么开始家天下之后啊 用的上书的文体来记载这些历史 就有所不同了 就开始用这个 是 比如说商有汤氏 下有干氏 商有汤氏 周有太氏 木氏 这个氏啊 就是 氏氏 杀伐的意思 这种宣誓的言辞 比如说 某一个国家 他的政治做得不好 君王非常的残暴 那么这个时候啊 就需要替天行道 对这个地方 进行讨伐 争讨 那么在争讨的时候 所用的宣誓的言辞 这个就是是 那么再到了后来啊 我们看从 天下为公的时代 到了家天下的时代 接着呢 我们说真是 一代不如一代啊 所以等而下之呢 就有履行文侯之命 这个都是家天下的产物 所以徐习民老师在这里谈到啊 像孔老夫子 他老人家一生啊 确实是没有他自己的创作与发明 他老人家都是祖术 瑶顺 宪章文物 他非常向往啊 在瑶顺这个时代啊 这种政治清明 大同之志的理想社会 这是孔老夫子 心心念念所向往的 好 那么这个经文当中谈到 点魔训告事命 它是属于上书当中的 不同的文体 而这部上书 它确确实实是我们华夏民族的珍宝啊 在这部宝典当中 它承载着于下商周文化上面的一个汇总 所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 这个部分呢是非常惊要的内容 它当中所蕴含的如何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 这一段历史啊 是非常值得我们借敬的 所以我们学习上书 对它进行研读 深入的了解这当中所阐释的道理啊 我们的心量就能够打开 你看待问题处理事情 有一种历史的眼光 历史的深度 这就完全不同 因为你知道古人是用什么样的智慧 来处理问题 古人是用什么样的智慧来治国平天下的 那么当然呢 就会把我们的心量跟格局打开 所见呢 也必然能够深远 我们说经典基于我们智慧啊 而历史是交给我们经验 有了这种智慧和经验的承传啊 我们作为中国人 作为华夏儿女啊 我们祖先所留给后世子孙的 竟然是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 那么我们身为中国人 我们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所以我们现在承传中华的文化 就念念要想到呢 如何能够把这笔宝贵的智慧财产和灿烂的中华文化 可以把它发扬光大 而中华文化的这种发扬光大呢 会给全世界的人类啊 带来幸福与和谐 那么这个呢 正是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的肩上 所要承担的使命 那么上一节课呢 我们也有简单的介绍了 上书洪范 这一个篇章 以及呢 关于姬子这位贤德之人 他的生平的简介 那么徐习民老师 特别啊 也在这里赞叹 上书洪范 他确实呢 是一篇天赐的经文 是中华的国宝 这个篇章啊 有他非常特殊的一个 研究和学习的价值 非常值得我们 去了解其中的内容 武王伐纣的这段历史 商纣王 他非常残暴而无道啊 而且呢 许多大臣都向他劝谏 他不但不接受大臣的劝谏呢 反而呢 把这些忠臣一个一个都杀了 那么姬子也不例外啊 他也是去劝勉 纣王 那最后啊 被纣王把他关押起来 而当时候的武王 他替天行道 他来讨伐商纣王的时候啊 当他这个伐纣的这个举措成功了之后呢 其实周武王他也是一位非常有德行的人 当时他并没有为这场战争的胜利而感到骄傲 而是非常虚心的去拜访姬子 那我们知道姬子是殷商的旧臣呢 那么他也是商纣王的叔叔 是他的长辈 他是一个很有道德学问的人 所以周武王法咒成功之后呢 就向姬子请教关于天道的问题 上天的长道啊 因为你要治理一个国家 其实呢 对于天地人之间 这些宇宙人生的大道都要有所了解 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理国家 于是姬子就跟周武王说啊 当年洪水泛滥的时候 这个呢是在尧顺的时代啊 当时中国面临的 中原一带面临的非常严重的洪水 那么最初呢 大家都推举这个滚来治理洪水 可是他在治水并没有掌握水性 对于水洪水泛滥的这种规律 没有把它掌握好 所以呢 他的治水啊 是失败的 当时他没有用疏导的方式 而是用围堵的方式 结果反而啊 使得水灾更为严重 而且劳民伤财 那么正是因为他 他的做法违反了水性 乱臣五行 所以使得当时的肠道啊 就产生了败坏的这种结果 最后因为他的这个罪过 他就被处死了 那么滚死了之后 这个洪水泛滥的问题 应该如何来解决呢 于是大家又推举了雨 大雨啊 来继续治水 大雨啊 在治水的过程当中 他非常的勤勉 非常认真 他用心的去了解这个水 究竟会造成这个灾难的原因 从而呢 他顺从的水性 用疏导的方式来治理这个水患 他非常勤勉认真啊 刚结婚三天 就离开了自己的家 在十多年的过程当中啊 三过家门而不入啊 你看他心心念念想的都是天下的苍生百姓 而不是想着自己个人 所以他的治水呢 就取得了成功 他顺从水性 所作所为跟道是相合的 那这就是这一篇上书红饭的由来 当时上天就赐给他 赐给大雨红饭九愁 一轮优续 当时周五王来向姬子请教的时候呢 姬子啊 就特别说明了这一篇上书红饭的来历 并且为周五王讲述其中的内容 我们先来看一下红饭九愁的大纲 它一共有九条 初一约五行 四二约净用五事 四三约农用八正 四四约邪用五计 四五约渐用黄吉 四六约插用三德 四七约明用姬宜 四八约念用树征 四九约享用五符 归用六级 所以这个红饭呢 红饭九愁呢 它包括了这九条大纲 而从这个大纲之后再展开的经文呢 就是其中的细目 这个细节 那么至于呢 这个红饭九愁 是如何 这个上天如何赐给大羽的 这个在历史上记载啊 在孔传当中 特别说明 是在落水当中 有一只神龟 神龟啊 把它背 背在身上啊 带出来 那么 赐给大羽的 这就是周易戏词传当中 所说的落出书 历史上有一个常用的说法 叫和图 和图 洛书 那我们就知道啊 这个词呢 和图 洛书 就是跟上古的这个历史有关 那么和图 我们在讲这个福西士 他在画八卦的时候 当时福西士 他把宇宙万物的 运行的这种道理 就是宇宙的程序和他的开计之理化成的八卦 那么再来就是上天呢 在大羽的这个时代 上天把这个红饭九筹赐给大羽 这个就是关于和图 这个就是关于和图 洛书的两段历史 我们如果有读过十三经著书 对孔颖达这个名字啊 就不会感到陌生 孔颖达呢 他也有为上书做了一个正义 而他在上书正义当中强调 其实洛书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这九条大纲 所以当时大羽就是看到这只神龟啊 他的背上列有九数 所以他就根据神龟背上的九数呢 把他排列了一个次第 就成了九类大法 那么根据这九类大法 这个大纲呢 再加以细分演说 把他详细的进行说明 就成为了这篇上书红饭 而这篇上书红饭 从夏朝传到了殷商的时代 那么五王伐奏之后呢 再由姬子传给了周家 传给了周五王 所以可以说呢 这篇红饭是在夏商周的这个时代啊 代代相传的一个文化宝藏 也就是说呢 这些君王 当他想要治国平天下的时候 就要依照这个红饭所讲的内容来落实 自自然而就能够使得天下太平 可是如果反过来呢 没有按照红饭所说的内容 来治理天下的话呢 它就会造成天下大乱的结果 而实际上啊 九愁所阐释的内容都是自然的常理 也就是说在宇宙之间的一个自然的规律 也是我们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遵循的一个法则 它非常的实用 即使就像徐晴明老师在这里强调 即使在现在这是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啊 我们仍然是离不开九愁所说的这个范畴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学过这个五行 这部三字经啊 它确实是包罗万象 我们学过这个金木水火土 那句经文在天干地支的前面 曰水火木金土 此五行本乎树 我们了解这个水火木金土 这是五行 而这五行啊 其实呢 它是各有各自的一个体性 比如说水润下 火盐上 木屈直 金丛格 土架色 这是它不同的体性 就是金木水火土 它本身就具有的这种特性 再来呢 这五者啊 也有不同的气味 此外这五行 又跟五方 你看它跟方向方位啊 是有关联的 包括五色 你看这五行 它对应的不同的颜色 正好跟这五色是相对应的 甚至于包括五音五谷 五藏 五翘 五常 都是相属的 那么这个相属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相属就是代表啊 这金木水火土 和这些 五方也好 五色也好 和它们啊 都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今天 在这个社会上啊 有许许多多方面 都离不开这个五行的 一个原理跟原则 包括 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还有我们现在所提倡的 伦理道德 那么这些概念 其实呢 都和五行相关 所以当我们能够明白 这五行的道理 五行的学问 我们才知道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 应该如何来 不理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又比如在九筹当中 最后一条是五符六集 那我们知道这个五符啊 是我们人 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啊 心心念念都向往的 你说中国人常讲五符临门 那么这五符究竟有哪五条呢 他包括寿 你看长寿 人人都希望长寿啊 历史上很多君王 想办法求这个长生不老的药 这说明呢 他都希望自己啊 能够活得更久一点 所以第一条是寿 第二是富 富就是有财富的意思 再来康宁 优好德 考中命 考中命就是说一个人啊 他不但寿高福全 而且呢最后啊 临命中的时候还走得非常的好 这就是五符 寿 富 康宁 优好德 考寿命 这五种福报 那么六级 这是讲六种恶报 六种恶报包括什么呀 胸短 折 急 优 贫 恶 弱 这是六种 这是六种恶报 也就是如何才能够真正趋吉避凶 那么这个道理啊 其实古圣先贤在各种典章当中啊都教导我们 所谓为为善至福为恶至极 也就是我们在周易经当中看到的积善之家必有于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于庆 当我们能够真正的心心念念呢 都是去行好事做好人去积功累得 那么这个时候呢福报自然就会随之而降临 反过来呢 如果我们都是行恶事纯恶念 那么做了许多啊有损福报的这些恶事 那么自然啊这些凶险的灾祸就会跟随着我们 像这个道理这是古今中外啊永恒不变的一个真理 它不会随着时间或者随着空间的改变而改变 而是在任何时代呢 这种为善至福为恶至极都是永恒的真理 那我们再看看红饭九愁当中有一个 纲要的纲要就是经文 一轮优续 我们不要小看这四个字啊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这里面所承载的内涵却是无尽的深广 这个一轮是什么意思呢 一轮呢就是指的常道 常理 我们常说有一些道理是永恒不变的常道 这个一轮就是常道的意思 序啊它所指的就是秩序的意思 好所以这个九愁无论是指哪一个方面 它都是有秩序的一个常道 你看九愁的内容包括像五行啊 五事八正五纪黄级三德基义数征五福六级 那么九愁所说的这些内容 它都是有秩序的常道 也就是说呢 这宇宙当中这万事万物 各自都尽守着它的本分 是这样的一种天然的法则 而我们三字经当中说三才者天地人 实际上呢 这天地人 就是在上书九愁 当中所说的这些事情啊 你看它是有秩序的一个常道 那么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呢 都各自指守着它的本分 是天然法则 所以天地人在这个法则当中 就能够维持一个整体的和谐 这个道理其实不难懂 我们看到在自然界当中 这金木水火土 你看这五行 它各有它各自的特性 比如说水流失 火就灶 这是说自然界 那我们说人呢 在人类的社会当中 就存在着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我们看人人类社会当中就有五伦的关系 君臣啊 父子啊 兄弟啊 朋友啊 等等的 那包括我们个人 你看个人 这身心当中 这身心当中也是五行相生的 我们的丈夫 这些心肝脾肺肾 他和金木水火土也都是相应的 七情调适 那么推而至于人跟动物之间 人跟大自然之间啊 都要各自守着各自的本分 然后呢 才能够各得其所 而又互相的依存 所以学习如是道的圣贤教育 究竟是要学习什么呢 简单的来讲啊 我们就是学习 人和人之间应该如何 和睦相处平等对待 我们人和大自然之间 又如何能够平等对待 和睦相处 乃至于呢 人和天地宇宙当中啊 不同为次的空间的生物 能够如何平等对待 和睦相处 这个内容就是 如是道的圣贤教育 所教给我们的内容 我们学会了之后呢 自然呢 就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所以我们别小看 你看这个上书的这个经文 你看一轮优续啊 它就是四个字啊 它就把整个红饭九愁的 纲要的纲要把它 阐释出来了 确实非常的精妙 包括我们用这个原则 来看待历史也是一样的 你看这一轮优续 像武王伐咒 与王之后啊 这个咒王之所以会败王 而汤武之所以会兴盛 这个原因是出在哪里呢 其实这个原因也没有离开 一轮优续这四个字 能够真正做到一轮优续 这个国家就能够兴盛 把这个一轮优续的原理原则否定了 这个国家就会衰败 就是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道理 那么治理天下 自然它就有一个标准 有一个原则了 如果不能够了解这个道理 即使你得了天下 也没有办法治理天下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我们看到这个尚书洪范这个经文 确实就像徐喜明老师在这里所谈到的 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宝 特别是在当今这个时代 我们如何能够恢复社会的秩序 如何把整个世界带领像一条康庄大道 也都离不开 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这些原理原则 这个宝在这个时代就显得更加的贵重了 那么这个呢 我们是对于三字经的这句经文呢 再做了一点补充说明 那么简单的来说呢 有点魔 有训告 有事命书之傲呢 我们基本上要掌握一下呢 这个尚书它的不同的问题 六种不同的问题 它都有什么差别 那么至于呢 如果将来大家有机会 也有兴趣啊 再来深入的来学习 上书周易 这些中国的经典当中的国宝 肯定是一生啊 都有受用的 好 那么这句经文啊 我们就学到这里 大家接着看下面的这句经文 我周公 做周礼 住六观 存置体 那么这一段经文 为我们介绍了周公所制定的周礼 那么周礼 它其实呢是分官设置来建立国家的政治制度 所以这里我们要了解到一个基本的概念哈 就是六观 就是六观 住六观 这个六观就是六亲 它包括天官 这是吏部大总载 地观 是户部大司徒 春观 是礼部大宗伯 下官 是兵部大司马 秋观 是行部大司寇 东观 是宫部大司空 这就是六观 而六观 它分属于天子之下 就是由天子啊 来负责掌管 来管理 所以住六观 存置体 这六观 它各自尽好 它的本职的工作 来管理 这个国家的大事 所以周公所制定的周礼 确实 为我们后世之人 是保存了非常 良好的一个政治的典范 那么周礼 这部书啊 相传呢 是周公所作的 而它实际成书 是成书于两汉之间 周公姓姬 明诞 他是周五王的弟弟 是周成王的叔叔 而在西周时期呢 作为一位 杰出的政治家 思想家 他也是一位军事家和教育家 他当时啊 为整个周朝 这八百年的基业啊 奠定了非常深厚的基础 因为当时 武王过世的时候 周成王啊 他的年纪还很轻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就由周公来设政 就是国家的这些政务啊 都由周公来负责掌管 但是当时 在这种 可以说 临危受命的情况之下呢 周公他虽然非常贤德 但是还是被人嫉妒跟排挤 当时呢 管菜货三叔 就因为嫉妒他 所以啊 就说了很多的谣言 留言啊 来毁谤他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周公和成王之间的关系 就产生了比较微妙的变化 不得已啊 周公只好 必居到了东都这个地方 并且呢 他写下了诗作 来表明了自己的心机和志向 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 只好呢 暂时离开啊 那毕竟是祖宗有德啊 后来 周成王 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不应该呢 对周公 产生一些偏见 所以啊 他又把周公 非常恭敬的迎接回来 后来国家也平定了 这个三叔的叛乱 并且奠定了东南五十国 这样呢 才使得整个周朝 国家的政治啊 就稳定了下来 稳定下来之后呢 周公他就可以把他的一个 在政治上的一些报复和理想得以实现 那在历史上 我们对于周公的这个典故啊 了解的最多的恐怕就是这个 他的勤政 你看他经常是一犯三土谱 一目三卧法 这种勤政呢 就是说 一方面他对于国家的政事 政务啊 是非常勤勉认真的在处理 再来呢 他对于人才 非常的重视 理贤下士啊 要是遇到有人才 有贤德之人呢 他呢 都顾不上自己吃饭 顾不上自己生活起居啊 就要赶紧呢 来接见这些人 赶紧呢 来处理事情 所以正是因为周公 充分的施展他的一个政治的一种才能 特别是他创制的礼法 这就是周礼 我周公做周礼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啊 你看他 住六官存质体 通过这个六官的设置 他就把整个国家的一个政治体制啊 给他规范的很完善 规划的很完善 所以他改定这个官制 就使得周朝这个时期 他的文物典章大倍啊 所以对于周公所做的这个周礼 其实后世之人 就对他非常的赞叹 也就是说 如果周朝世世代代的这些君王 都能够遵守周礼所说的这个原理原则 遵守他的法度啊 那么就像方东美先生所讲的 可能今天呢 还是周朝的天下 后来等到成王 周成王长大了之后呢 周公啊就把国家的这个政权 又归还给了成王 那么自己呢 还是居在大臣的一个位置上 我们看他所 所做的这种榜样啊 确实给后世之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借境 你看他再有才能 再有能力 再有福报 他君是君臣是臣 虽然在成王年幼的时候 他是代理君王的这些政务 但是呢 等他长大的时候啊 我既然是大臣 我还是退居到我大臣的位置 你还是君 还是君王 这个在五轮当中君臣的关系啊 这是为我们表演的淋漓尽致啊 那么后来呢 周公被封在屈腹 做鲁公 鲁这个地方就是山东这一带啊 而且呢 是赐天子礼乐享之 这是对于周公的一种恭敬 一种尊敬了 那么为什么周公他分在 分封在鲁地 而人们后世之人又称他为周公呢 这是因为他的才艺是在周地啊 就是现在的陕西这一带啊 所以这是周公这个名称的由来 而当然周公在周朝建国初期所 为国家民族所做出的贡献呢 是非常非常多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孔老夫子 对周公是如此的钦佩和赞叹啊 特别是他在治理国家和定定国家的制度方面 做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 所以他的思想包括他的一个政治的这些 治国的理念啊 对后来孔老夫子时代所建立的这个儒家的学说呢 也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那么我们今天要学习周历啊 我们首先先了解一下周公他的一个生平 那他之所以称为周公 是因为他的彩意啊 是在周 而他的诀是上公 所以呢就称为周公 诸六官存智体 周理这部书啊 是周朝在治理国家的时候 他设官啊设立这个官职 并且把这个官员他不同的职责 他的责任 他的使命 也都做了具体的一个分工 而这里驻六官就是表示这个国家的官员的体制 它是分成了六个部分 这就是吏部的天官大总载 户部地官大司徒 礼部春官大宗伯 兵部下官大司马 行部秋官大司寇 公部东官大司空 这个就是六官 也叫六清 而清代的学者王相 在三字经训谷当中说 天子垂拱于上 你看在一个国家首先他有君王 有天子 我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所以一个国家建立首先他有一个君王 再来了六官分之余下 你看在周朝的时期周公制定周理 这六官从地官 春官 夏官 秋官 冬官 这些就是每一个官员他有分管不同的部门 然后他有他不同的职责 确实他既往周部制度分裂 你看这个国家他的政治体制啊 他就规划的很完善 就是每一个官员他负责不同的国家的政务 他有不同的职责 那么国家就有一个既定的制度来管理这些官员 那么这些官员就能够分管不同的部门 并且达到治理天下的一个效果 这就达到事无不治 政无不理啊 每一间的国家的政事都有专门的部门 在负责管理 这就使得全天下的政务呢 都得到非常有效的这种处理 这种解决 这使得天下太平 就是说这种政治体制的一种建立呢 为天下太平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那么当然周礼这部书啊 他确实是周朝的一个宪法 他既是礼又是法 不过呢在他流传的过程当中啊 特别是在秦代啊 我们说秦始皇焚书坑儒 这个可以说在文化上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浩劫 因为当时呢秦朝的时候 也是悔气诗书啊 诗经诗书他都不采用 而且包括周礼他也不采用 那么到了后来是到了汉朝的时候 这部书呢才重新又得到重视 因为我们知道在汉朝的时期 特别是在这个汉武帝的时期 他任用董诵书的建议 所以是罢处百家独尊儒术 这个时候呢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啊 在汉朝的时候就得到了很好的巩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儒家的经典 包括周公所制定的周礼 他才重新能够得到人们的重视 他是有他的一个历史跟时代的背景的 所以后来经历了秦代的这个政治的变化 秦末汉初的战争之后呢 到了汉朝政府啊就又开始对于这些经典进行了 重新的收罗啊整理啊汇整啊 这个时候周礼才又重新出现余式 但是东关啊就已经失传了 所以后来在汉朝的时候 这些儒家的学者呢就用考工计这个补这个缺 那么注六观存质体 这个存啊是保存的意思 那质体是什么意思呢 质体所指的就是国家政治的体制 那么在这里音源生老师又引用了一位清代的学者 他在《增补注释三字经》里面也说 周礼这部书是周公所作的 是周公治太平之际 也就是周朝为什么能够八百年长盛不衰 而且能够奠定这么好的一个政治的体制跟基础 这个可以说周公他的功劳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这个书里面他就包括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东官 就是六官 以明治国之大体啊 一个国家你要如何能够治国平天下 就是靠着完善的一个政治体制 你看这个周礼他既是礼又是法 让一个国家在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 他有他的一个礼制 有他的一个法度 从而呢 这个是治国之大体得到一个明确的说明 那么在这里音源生老师就引用了东周列国制的一首诗 就成干期五团团 借问何人起见端 要是国中无叛逆 其实我们在历史上确实是看到啊 一个国家建立之后 首先就是要治理作乐 而这个周礼他就是周朝时期的礼法 既是礼他又是法呀 他的出现呢 就使得全国上下 这种五轮实义的关系啊 就达到了一个和谐 你看君在君的位置 臣在臣的位置 君应该又要有什么样的职责 而作为大臣又要分管哪一些职责 他都把它制定的非常完善 非常清楚 这就看到周官就是周礼啊 他在当时政治上确实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而东周列国制这首诗啊 他所说的东周列国 当时是因为这些各个诸侯国都违背了礼制 如果这个周朝后世的帝王 后世的君臣百姓都能够奉行周礼的话 那么周家的天下就不止八百年了 可能延续到现在啊 都还能够长盛不衰 可惜的是呢 你看像东周时期 不同的诸侯 他对于礼制完全都不放在眼里 都违背 冯孟能先生在东周列国制这里才感叹说 如何才能够让这些叛臣能够尊君 而又安于臣子之道 那么唯有重江礼乐问周官 就是一个国家 一定要致礼坐月 依循着周礼周官的法则 让君在君位 臣在臣位 一点都不会混乱 这个国家就能够安定和谐 所以周礼这部书确实很了不起 这近现代著名的哲学家方东美教授 对于周礼是非常赞叹的 他认为呢 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部非常完美的宪法 这就是周公他在周礼这部书当中 他确实把这六官的选择执掌 所以国家的体制呢 在这部书里面啊 非常完善的体现出来 古人啊 这智礼坐月啊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智礼 他首先需要他是一位圣贤之人 他懂得古圣先王的 治国的原理原则 再来呢 他一定是在这个位置上 居在高位 你看周公当时他辅佐周城王 他是代理来处理国家的大事 所以他是居在这个位置之上 他就可以制定 因为这个礼啊 他对于安定国家社会作用是很大的 而且这个礼的制定啊 也是一定要做到合情合理合法 这个也只有圣贤人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么制好了这个礼 那么首先他在这个国家 他有这个权利可以颁布来施行 让全国上下都能够按照这个礼来落实 每个人都能够遵守 所以这是周公当时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 他同时具备这个条件 他既是圣贤人 他又在高位 所以啊 才能够非常有效的做出这个完善的一个政治体制 这就是周礼 那么当时确实呢 周礼为周朝整个社会的 这个建立一个良善的一种风尚和体制啊 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当然呢 为后来的一个社会 也奠定了一个很好的教化的基础 那么从这一点我们也就能够体会到 为什么方东美先生啊 这么赞叹周礼这部书 它确实呢 有它的一个这个特别的一个作用 那么关于这个六观 这个天观地观春观夏观秋观 这个东观 那么关于这六观的职责啊 我们在这里再稍微做一点说明 我们看吏部的天观大总载 它是掌管官吏 玄序升迁降调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 它要建立一个完备的官吏的制度 那么比如说它要选用什么样的官员 那么这些官员有需要在什么 这个位置上 他要分管哪些部分的工作 这个官员 他升迁啊 降调啊 任职啊 这些都是这个天官在掌管的 这就是吏部 周公他制定了这个周礼之后啊 其实后世 不同的朝代我们看到汉朝啊 唐朝啊 一直到后来元明清 国家呢 也都是会设立 这个像六部啊 不同的部门 那么虽然每个朝代它有所不同 但是呢 大体的一个分工 其实这个最初的源流啊 在周礼当中就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历史的影子啊 像这个历部啊 礼部啊 兵部 刑部 公部 到后来汉唐的时候 也都能够看到 国家政府啊 就有这样的部门 而早在周朝的时候啊 周公就已经 为这个部门呢 做了非常明确的分工 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天官也就是历部啊 他是大总宰 再来户部 地官 大司徒 那么大司徒 也就是我们现在人说的财政部 一个国家除了历部之外啊 他财政也是一个重要的部门 这个国家的税收啊 国家的财务 是由这个部门来负责掌管的 再来是礼部 春官 礼部 春官是大宗伯 他是掌管理智和学校考试等事 也就是说 关于礼的方面 以及关于教育的方面 这都是春官大宗伯 在负责掌管的 而我们说建国居民 教学为先啊 一个国家 他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 能够关系到这个国家 社会能不能安定和谐 国家是否能长治久安 都是取决于 他的教育办的好不好 所以可以说呢 在这些官员的职责当中 这礼部他所负责的教育 以及礼制啊 这是至关重要的 再来 兵部下官是大司马 他是掌管军事 包括军队的训练 遇到敌人 侵犯国家的时候 如何来防御 这个都是下官大司马的职责 再来刑部 修官大司寇 大司寇啊 我们如果读过孔老夫子的生平 就会有印象哦 孔老夫子他在鲁国啊 就当过司寇 这个司寇就是掌管刑罚的 当时孔老夫子他 很有他的一套 治理地方的一套方法 在短短的三个月当中啊 他把鲁国治理的整只 井井有条 民风都 非常淳朴善良 甚至于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虽然他在鲁国当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官 也并不是特别大的官 但是已经显示出了 孔老夫子他的政治才能 如果他能够继续为鲁国国君所重用 那么我们想象当时的鲁国 他的国力一定能够不断的强盛起来 所以这是大司寇 大司寇就是丘官 他所掌管的就是刑罚 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法官一样 好 再来是公部 公部是大司空 他是掌管各种的技艺 那么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呀 以农为本的一个国家 所以农民呢 在春天 夏天 秋天都非常的繁忙 而只有到了冬天的时候 因为冬天 冰天雪地呀 万物呢 不再生长 农民他比较清闲 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呢 学习一些技术才艺 而这个方面就是由冬官大司空 来负责掌管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春夏秋冬 这样的一个指称啊 是跟他所指掌的范围 内容都有关 比如说像大司寇 你看大司寇掌管刑罚 而许多死刑犯都是在秋天才处决的 因为秋天有这个肃杀之气啊 在这个时候处决死刑犯呢 这和天地自然的规律相符合 如果你在春天生机勃勃的时候 做这个事情就不合适 所以这个大司寇就叫秋冠 他起这个名字啊 跟他的执掌的内容有关 而大司空他叫冬冠 是因为这些技艺才能在冬天的时候 比较适合让普通的老百姓来学习 而这个六冠 六清 他们各自有他各自执掌的这个范围 如果这六清都把各自的部门管理得很好 那么作为君王 作为天子 他就可以垂拱而坐至太平啊 这君王就很轻松了 所有的工作这下面呢 都帮你管理得井井有条的 这就天下太平了 那通过对于周礼的了解 我们赞叹这部书 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制作 这个著作 而其实自古以来啊 我们中国所实行的就是圣贤的政治 这个是在历史上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情 但是虽然中国人很重视法制 人就是老百姓啊 所以人心是法的根源 那么换句话说 人要是不好 这个法制定的再完善 人照样会做出一些恶事出来 如果人是好人 即使这个法不是很完善 那么他也同样会做好事 所以这是师父上人特别强调这一点 好这一点就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 治国平天下的一个重要的理念 就是圣贤君子的政治啊 你看中国古时候是圣贤君子的政治 所以他很强调这个人 如果人是圣贤人呢 他做出来的肯定是圣贤的政治 而中国人强调五个层次 就是道德仁义礼 这个道啊是圣人的境界 我们这几天学习周一啊上书 我们看到从福西神农皇帝 一直到姚舜与汤 这一代一代的这些君王 确确实实啊 他们所作所为都与道相应 你看他在施政的过程当中啊 所思所想的都是天下的苍生与百姓 而不是想到自己啊 真正是纯净纯善的这种心念 这是圣人的行持 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古圣先王 他的生活是很简朴的 跟普通的黎民百姓差不多 所住的所吃的所用的 都跟老百姓差不多 这是圣邪人 他在治理国家的时候 没有想到说让自己 满足自己的私心私欲 过上一点享受一点的生活 他不是这样的啊 真的是全心全力的都想着 老百姓而忘记了自己 那么特别是在三皇的时代啊 我们后面还会学到 跟三皇有关的这个经文 自西农至皇帝 好三皇居上士 福西神农皇帝 这就是三皇 所以三皇确实是做到这一点 心心念念想的都是天下的百姓 到了五帝的时代呢 相对人心没有上古的时候 那么淳朴 所以上古三皇的时代 是用道来治天下 而到五帝的时代啊 用德来治天下 没有办法达到道 这种高深的境界 这个道啊 它完全是合乎自然的 你看三皇的时代 真的是无为而至 这天下就太平 到了五帝的时代呢 用德德是有为的啊 有治国的理念 它并不完全是一循至自然 所以它有理念 有方法 并且形成制度 这就是五帝时代的政治 它是用德来治国 到了三王的时代啊 你看三王是夏商周的时代 它又降了一等 用人 仁爱的人啊 用人来治国 那我们说什么是人呢 这个人啊 我们看它这个汉字的形体 从人 从二 人就代表什么 有自己 一定呢 就想到别人 这个人就是二人 所谓 己所不欲 物失于人 所以三王的时代 这个夏商周的时期啊 它是用人来治理天下 那么这些君王 特别是开国的这些国君 无论是下雨也好 商汤也好 周朝的文武周公 他们呢 都能够为普天下的老百姓 做出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 这是三王的时候 是用人 好 所以 在夏商周的时期 还能够以人来治天下 那么普天下的人啊 都能够归顺 都能够啊 对于周朝的天子 非常的敬重爱戴 可是到了周朝的末年 是因为周朝后世的这些君王 还有臣民啊 没有完全恪守周礼的精神 违背了礼教 所以呢 慢慢的才走向了衰微 否则如果啊 这个周朝初年 这种治国的理念跟精神 能够维系到后世的话 那么说不定到现在 都是周朝的天下 所以周朝到了后年啊 到了末年的时候呢 这个诸侯各自独立 渐渐壮大 所以这就出现 像春秋的五霸 战国的七雄 变成春秋战国的时代 这是乱世 有四百多年的混乱的局面 我们知道像孔子孟子啊 这些圣邪人 他们都是身处在春秋战国的 这个时期 所以为什么会有感叹 就是说礼崩乐坏啊 这个人心啊 跟上古的时候相比啊 差距那么大 那么孔子要周游列国 这孟子也是啊 到不同的国家去游说这些君王啊 最后他的这种仁义 王道的学说 还是没有办法得到采纳 那么当然这个是 时代所造成的一个问题啊 当然这是历史的不幸 那么转过来说 我们觉得也是历史的一个幸运 为什么呢 不幸 历史的不幸 是因为孔子孟子在这个时代 没有办法施展他的政治报复 这是他的不幸 但是呢 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 正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在政治上有建树 所以呢 这个孔孟圣贤啊 他们就把注意力用在了教育上 整理这些 点章 整理经典 然后呢 传授弟子 教导弟子 并且致力于教育的工作 可是这短短的几十年的教学 却对后世啊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千多年后的现在 我们提到孔孟 大家还是赞叹辈志 还是恭敬的不得了 这就是教育的效果 所以我们说 孔孟出身 身处在春秋战国 既是不幸的 也是幸运的 所以方东美先生 他老人家确实啊 非常赞叹周礼 我们今天学到这句经文 讲到我周公做周礼 驻六观存智体 他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一部法典 既是礼又是法 他是治国的大法 而方东美先生的赞叹 在古今中外 全世界的法典 治国的法典当中呢 他认为周朝是第一的 没有人能够超过周朝 周朝的法就是周礼 这是三礼之一了 这是用来治国 就像我们现在的宪法一样 这是圣人周公所作 因此方东美先生谈到啊 如果周朝后世的子子孙孙 都能够严格遵守奉行 那么今天还是周朝的天下 中国的历史上的政治啊 确实是以道德仁义 来治理天下 那么这个也成为我们 中国圣贤政治的一个特色 那么这一句的经文 我们呢就学习到这里 大家接着来看下一句经文 这句经文所谈的是汉朝时期 有两位著名的儒家的学者 一位是戴德 一位是戴圣 那么这里说大小戴啊 大戴就是指的戴德 小戴就是指的戴圣 那么戴德和戴圣啊 他们述说圣人的言论 那么大戴呢 把礼记删定为85篇 而戴圣这是小戴啊 他把礼记删定为46篇 这46篇啊 就是流传到现在的礼记 又加上后人所增补的三篇 所以流传到现在呢 是49篇 这个是在小戴礼记的基础上 整理出来的 流传至今的 那礼记他的内容是树圣言 礼乐背 他把古圣先贤的一些言论啊 保存下来 古时候各种节庆 祭祀 大典的礼节仪式啊 也非常齐全的保存 包括音乐 有礼记乐记 音乐当中五分十二律的音律的乐礼 也是保存在其中 那么这个呢 就是礼记这部书 那我们说 戴德和戴圣啊 他们呢 是 这个 一位是称为大戴 大戴是戴德 这个都是在汉朝的时期啊 那么小戴呢 是戴德的兄子 叫戴圣 大小戴 这是西汉末年的 两位精学家 戴德是大戴啊 小戴呢 这个戴圣 他是戴德的侄子 所以大小戴 他们之间是有 这个亲戚关系的 那么戴德 这是大戴 大戴礼记啊 他集结古时候的这个礼乐的 这些书 他集结了180篇 那么最后呢 删定成 85篇 那么当然这个说法也有不同啊 在历史上 也有说是95篇 这是大戴礼记 这是大戴礼记 而戴圣啊 他做的这个小戴礼记 就是在戴德的这个基础当中呢 进一步的把它 裁定成49篇 这个是后世称为小戴礼记 所以小戴礼记呢 现在是列在这五经当中 我们现在啊 所看到的礼记 流传到现在的礼记 通常呢 都是指的小戴礼记 树圣言 礼乐背 那么我们要问呢 为什么礼记啊 他叫做记 而不叫礼经呢 为什么他没有称经呢 我们知道啊 五经 都是圣人亲自所做的 比如说像义经 这是福西皇帝 周文王 比如说像书经 这些都是圣人所做的 那么礼记这部书啊 他是后儒 把古圣先贤 他们所讲的这些言语 把它记录下来 就是把它整理起来 所以这 虽然他是古圣先贤的 教诲 但是呢 他并不是古圣人 亲自所写的 所以他就不叫经 他叫记 礼记 这个我们 在学习中国文化的时候 也要有所了解 有时候就是一字之差 那么他里面呢 就有他的一个原因存在 那么树圣言 这个树啊 就是树数 我们知道 孔老夫子 他老人家一生 没有自己的创造发明 他都是树而不做 祖树 遥顺 宪章 文武啊 他所传 所学 所教的 全都是古圣先王 所留下来的 这些智慧与经验 所以树圣言 在这里也体现出 礼记这部书 他也是树而不做 他也只是讲述 古圣先贤 他们的这些言论 这就是树圣言 礼乐背 背呢是齐背 齐全而又详尽 因为这部礼记啊 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很全面的 学习礼记呢 我们后人就可以了解 前代人的一个礼乐的制度 所以才说 礼乐背 背啊 就是说他很齐全而详尽 那么音乐生老师在这里呢 引用了清代的经学家 有一位经学家叫皮锡瑞 他有一部书叫经学通论 经学通论三里当中就有谈到 汉代所说的礼 他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以礼 我们今天看到的以礼 在传说当中啊 是孔老夫子 他采集周朝流传下来的礼 把它编辑成书 有十七篇 可是到了汉代 就不叫他以礼了 传主经言称为礼经 合计而言呢称为礼记 所以我们在读这个 许胜的缩文解字啊 读许胜还有卢职 他们的住宿的时候 就会注意到啊 在这个时期 他们所讲的礼记呢 是指的以礼和偏中的记 而不是我们今天 所讲的这个小代理记 49篇的小代理记 并不是指的 这个啊 虽然他名称是相同的 但他意思是不同 这是同一个名称 在不同的时代啊 当然他有不同的一个意义存在啊 那么小代理记 后来会被后世之人所推崇 这个是和郑璇 郑康成啊 是分不开的 郑璇他是马荣的学生 而且是很有成就的 真的把老师的学问啊 又学到手啊 所以汉朝时期郑璇 他所著的这些著节啊 都是非常重要的著作 那么当然呢 在流传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典籍也失传了啊 一直到现在 我们如果能够 仍然能够看到 汉儒的注解 看到唐朝的注解啊 那个都是 经过了历史和时间的 这种考验之后啊 流传到我们现在啊 都很宝贵啊 所以郑璇啊 他就有为 这个小代理记做注 到了唐朝的时候呢 这个礼经这个名称 就被小代理记所用 而汉朝所说的礼经 就改称为乙礼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要了解到啊 汉朝说的礼经 并不是指的 这个小代理记 都是指的这个乙礼 实际上是 孔子采集周代留下来的礼 把它编成的这部书 所以礼经到后来指的是 小代理记 这个是到了唐朝的时候 发生的这个变化 那我们现在说的三礼 所指的呢 就是周礼 以礼和礼记 而郑康成 郑璇啊 他为三礼做了注 幸运的是这个注解啊 也流传到了现在啊 到了唐代的时候 孔颖达在正康成的注的基础上呢 又做了书 孔颖达 做了三礼的正义 所以日后啊 其实我们要研究这个五经啊 研究六经呢 十三经著书是一定要看到 这里面呢 就收录了一些非常有名的这些儒家学者的注解 那么因为毕竟这些经典啊 它年代久远 有一些特别是上古时代的这种语言 既有文体又有语体啊 那么有些言词是比较古傲难懂的 在学习的时候需要看这个注解 将来我们如果有深入 这些四书五经的经典啊 有些注解呢 是需要再进一步的去学习的 那么到了元代有礼记集说 到了清代的乾隆年间啊 还有孙希淡的礼记集结 所以我们学习礼记呢 所要掌握的这些注解 这古时候的注解啊 这都是比较重要 比较可靠的 教啊 我们说中国人是礼仪之邦 这个称呼啊 是有原因的 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礼仪大国呀 从古时候啊 这些君王在建国的时候啊 就非常重视智礼作乐 因为这个礼教呢 它的作用 其实不仅在古时候的社会啊 在我们现代社会啊 它也是起的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说道德仁义礼啊 这个礼是一个底线 如果一个社会 这个礼都不能够遵守了 这个社会的秩序一定会非常的紊乱 因此呢 我们要给这个社会 促进它的安定和谐 这个礼在这个过程当中 起的作用是非常的大的 而儒家的经典 我们说六经 这孔老夫子啊 在教导学生的时候 他是以诗书礼乐为主 特别是这个礼啊 孔老夫子非常的注视 我们学习论语的经文 就曾经听到孔老夫子 尊尊的教诲啊 不学是无语言 而不学礼呢 则无以利 其实包括我们在现在社会也是如此啊 你没有礼 如何在社会上能立足呢 而夫子和他的学生们 在共同探讨学问 学习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啊 常常会讲到这个礼 这个也是夫子教学的一个重点 比如说孔老夫子 他最得意的门生 言回言渊 他问人 那么孔子就教他克己复礼为人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句经文 觉得这克己复礼很抽象啊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做法 让我们可以去落实 如何能做到克己复礼呢 孔老夫子接着说啊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这个经文大家很熟悉啊 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 有四只小猴子 你看有一只猴子啊 他 这四只猴子 他有四个不同的动作 一只猴子 呜住嘴巴 一只猴子 两只手啊 呜住耳朵 还有一只猴子 两只手 呜住眼睛 另外一只手呢 另外一只猴子 他把两只手放下啊 归归归归的 蹲在那里 所以这四只猴子 他们就是分别代表的 非礼物事 非礼物言 非礼物听 非礼物动 这四物 那么实际上这个原则 我们看到啊 周朝的三太 你看太疆 太任 太四 这是我们非常尊敬的古时候 这贤德的女子啊 他相夫娇子啊 非常有德行 而太任在运文王 他进行胎教 这个原则啊 其实就是这个四物 非礼物事 非礼物言 非礼物听 非礼物动 就是这个妈妈 他怀孩子的时候 一举一动 他都符合礼 对这个周文王 生下来啊 自然啊 聪明 而又贤盛 这是母亲的胎教 做得太好了 让他先天就屏受了 非常好的一种 圣人的气氛 因此我们千万不要 小看这四物啊 我们真正落实的话呢 这四物 就能够把 礼的这个精神啊 把它体现出来 你看做到这四物 就能够克己赴礼啊 做到克己赴礼 那换句话说啊 我们就能够达到 孔老夫子教学的核心 这个人字 你看非礼物事 你看不好的 不该看的 就不要去看 不良的电视啊 报纸 这些传媒 在我们现代社会啊 是人们生活 不可或缺的 但是这些媒体上 所播的 有很多 都是会引发人 邪思邪见的 这些呢 就不应该看 这是非礼物事 在雪公老人 包括师父上人啊 这一脉的 这个师承当中啊 也都特别强调啊 在这个时代呢 尽量不要去看这些 电视啊 看这些电影啊 报纸啊 新闻啊 尽量少接触这些媒体啊 因为我们学习 儒师道的圣贤教育啊 保持身心的清静 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像灾难 现前的时候啊 那么师父上人 也都特别教我们 不要去看这些资讯啊 因为这个时候 人心不安呢 在网路上啊 媒体上 这些混乱的资讯 非常多 甚至于很多谣言 都是会把人心啊 扰乱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更要加强 这个如是道 圣贤教育的学习 让我们的心呢 都在圣贤之道上 别人心里乱 心里不清静 但我们这里呢 我们这里心很清静 我们心心念念 都跟圣贤相应 我们就能够用这种 心念呢 来影响我们的周围的环境 所以这是非礼物事啊 在现代这个时代呢 就是尽量不要去接触 这些杀到遗忘的资讯 这一点很重要啊 特别是一个孩子 成长的过程当中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孩子 他看电视长大的 和他学圣学根植根长大的 这个气质举止言谈 差别很大 这是作为老师 作为父母啊 在孩子小时候 要做好这个防危杜鉴的工作 包括我们看到 鸿鸣学校的学生 你看他为什么 经过十多年的培养啊 我们看到有些老师 他就是从鸿鸣毕业之后啊 可能去了台大一些高校 读完书之后 又回到鸿鸣教书 你看他们身上透着人 那种气质 就是从小读经典 成长起来的 他不是从小看电视 受污染长大的 那个气质举止言谈 就跟一般的年轻人不一样 所以当我们作为父母老师 希望把孩子培养成一个 小圣人小贤人 至少是一个君子吧 我们不要说成了一个小人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目标 要培养成圣贤君子呢 在这些方面 我们对于小朋友呢 就一定要帮他 做好防止污染的工作 这是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也是这样 你看耳朵 让他听到的讯息 都是良善的 正确的 这些讯息 那么对于这些 不好的 杀盗淫妄的 甚至于包括 不好的这些音乐啊 等等的 也尽量不要让他去听闻 那么听闻太多 这些不良的资讯呢 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听这个情歌啊 最后听到真的去自尽的这些新闻 我们都有接触到 那么确实呢 这些不良的音乐啊 对于孩子的身心 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包括呢 有的时候人在讲话的时候 说话比较粗鲁啊 说一些恶口啊 这个粗言粗语啊 这些话都不要让孩子听到 否则他学得很快啊 我们说前两天看到这个 图文八有一个小朋友啊 才不到一岁 几个月的小朋友刚会走路啊 还穿着尿布在这个路上走 他早上就看到大人 因为腰不舒服嘛 站在那里呢 这手啊就背在后面 几个月大小朋友他就学会了 马上那一天他要去超市买东西啊 跟着大人去超市 他走在路上 他两只小手就背在后面 像个小领导一样在走 其实他都还 走路都还不太稳 你看他学得多快啊 所以这个非礼物是非礼物厅 一定要给这个孩子把好关 让他呢 从小就是在纯净纯善的环境里面成长 这个对他的身心健康是绝对有好处的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你看讲话的时候 该说的才说 不该说的 不要说 我们要谨言慎行啊 不要以为这个话呀 说出口啊 我自己痛快就好啊 你有没有想到他会造成什么影响 有没有想到他对别人会造成什么伤害呢 这个言语啊 真的是要三思而后行 不能够随便的冲口而出啊 非礼物动 我们的一举一动啊 也要合乎礼 你看这只第四只小猴子 你看他的手乖乖的就放在前面 我们看到在红明学校这些小朋友也是啊 平常他行住坐卧的老师都要求他背要挺直 手呢要放在什么位置都有规范的 那么老师跟他对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要如何来回应 这一举一动啊 这个小朋友从小就接受训练 所以呢 你看培养出来的这个气质就是彬彬有礼 对于长辈 对他的教诲 他都能够很恭敬的来应对 所以这个非礼物事 非礼物言 非礼物听 非礼物动 这个四物啊 应该呢 就是作为我们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呢 老师和家长都要注意啊 做出榜样 出来给孩子看 那么希望孩子呢 也能够遵守这个四物的规范 让他从小到大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走在正道上 都符合这个礼的标准和要求 那么这个是孔岛夫子 在和他最得意的学生 言回 在进行教学的时候啊 夫子呢 就引领出了这样的一条正确的道路 就如何要达到人 就是要克己复礼 如何克己复礼呢 我们说克己复礼比较抽象 但如何才能落实啊 夫子就说到这个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你看讲的这么详细啊 把我们的身口意这三个方面 全都有规范到了 就是换句话说 我们的身口意 完全呢都遵循礼的要求来落实 这样呢 我们这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啊 都不会偏离跑道 那更浅显的来说 我们现在学了圣学根之根 那我们身口意应该如何做呢 我们身口意啊 就要符合弟子规当中的这些规范 那么弟子规我们学完了 我们体会到呢 这是一部非常强调落实的盟学的经典 所以我们身口意如果都能够按照弟子规的要求 来落实的话呢 那么孔老夫子教的这个克己复礼和四物啊 我们呢也都能够做得到了 好 那么今天的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啊 我们就先学到这里啊 那么徐老师呢 在这里为我们强调这个礼教的功用啊 我们等到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 好 那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此地 谢谢大家